各位網友,昨天傳出消息,郭文貴被捕,我是今天下午拍這段片, 其實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說一次給大家聽,但是我不喜歡落井下石,所以美國告他的罪行, 我大致都是解釋給大家聽,那些罪行的意義是什麼,還有大家一定要明白,這個是indicted, 就是他現在已經被起訴,那就是單方面的指控,當然郭文貴還可以答辯,這個是控方的指控, 大家keep in mind,郭文貴這件事真的juicy到你不相信, 沒說之前先說說3月16日至31日的貴度清貨,這個有什麽呢, 恆河咖哩屋,番茄咖哩牛筋腩,好食,400克,58元減到45元, 淘大頭片生抽,500毫升兩支,淘大咕嚕甜酸醬,這個貴很多的, 加起來40元減到25元,巴西一字骨,22元減到26元, 一家家韓牛牛筋腩,450元減到208元,3磅,很多, 當然這個是殺手間,岩手縣奧陸牛A5烤牛串,88元176元減半價, 台灣櫻花蝦肉指燒49元減32元,台灣鰻魚肉指燒58元減到42元, 好了,美國紐約南區檢察官辦公室星期三發出新聞稿, 公佈中國逃亡商人,流亡商人郭文貴, 它涉及10億美元,大家聽著,欺詐, 這個不是郭文貴第一次被捕的, 他上次被捕過,但是他達成了一個settlement, 一會兒我們會說,在星期三上午在紐約市被捕, 新聞稿說,南區檢察官是紐約聯邦調查局, 12項罪名起訴,這個叫indicted, 指控他和余建明兩個人, 涉及電匯欺詐,證券欺詐,銀行欺詐, 洗錢四樣東西,電匯欺詐就是叫人家匯錢給你, 而你是騙人的就是電匯欺詐,證券欺詐就是你沒有當局的approval, 或者作出虛假聲明,你就去賣證券, 銀行欺詐和洗黑錢,就是告訴銀行那些錢是怎樣來的, 其實不是,這個就是銀行欺詐,然後當然在戶口轉來轉去就變成洗黑錢, 星期三上午被捕,下午出庭, 這個人是余建明走了,這個人一定是他的師爺, 這個人知道麻煩了,不夠義氣,走了不告訴郭文貴, 他是香港英國雙重居民,主要住在英國, 他曾經參與過幫人爭取PNO, 搞居英權這些人, 他擁有並經營亞中資本集團, 亞中資本集團,阿拉伯中國資本集團, 以該計劃為核心公司的投資工具, 是核心計劃的金融架構師和關鍵洗錢者, 這個人當然是會計師, 看這些東西,教他怎樣弄這些東西, 威廉斯南區檢控官, 在2022年9月,去年9月,到今年3月半年內, 在郭文貴21個戶口裏面,凍結充公了6.34億美金, 他真的很有錢,現金50億, 還扣押了他一部臉部堅年, SEC證監會在聲明說, 我們指控郭文貴是連續的詐欺犯, 是一連串的詐欺, 他透過承諾投資人不負比例的和益, 不負比例,那是構成了龐氏騙局, 就是告訴人,我有三成,有四成return的, 保證你,那就是龐氏騙局, 以叫人投資加密貨幣, 科技和奢侈品投資, 總共拿到8.5億美金, 這個已經是他以前牽涉到4.4億美金, 他加上實際到手的錢是13至14億美金, 事實上, 郭文貴是利用那些人的錢, 維持他個人和家庭的奢侈生活, 我不明白為什麼郭文貴覺得他可以享受這些錢, 你拿到這麼多錢是沒用的,結果被人追回頭, 郭文貴領導一個複雜的陰謀, 在他幾千個網上追隨者, 其實騙了12億多美金, 現在是偶,之前也偶了4億多出來, 郭文貴買了一家5萬平方英尺的豪宅, 是一家mansion, 5萬尺, 一家價值350萬美金的Ferrari, 咦, 剛才那一家是不是廉布堅尼, 這家廉布堅尼不計, 還有一家Ferrari, 很喜歡跑車, 還有兩張價值3萬6千元美金的床墊, 唯有這件事我這小人有希望買, 死省死底, 捨不捨得呢, 30萬的床墊, 你每晚睡, 但我還是不捨得, 3700美金的豪華遊艇, 3700, 大概是3億左右, 這個游艇估計是150尺至170尺之間的豪華遊艇, 350萬, 350萬美金的Ferrari, 這家是一個mansion, 花園都大到不得了, 但是你享受不到, 為什麼不租呢, 我都不太明白, 你明知道會被人充公了, 難道他不知道, 3700美金的豪華遊艇, 經常跟班農兩個人享受這艘遊艇, 還有很多美女, 3億在加勒比海, 新聞稿說, 他是自從2015年居住於美國, 郭文貴在流亡紐約期間, 他說他要推倒共產黨, 他負責, 那個叫爆料革命, 初初很多人附和他的, 後來個個都陸續跟他翻了面, 他在網路上有很多支持者, 他初初我也有聽他說一下, 但是我聽聽就不聽, 因為他的普通話不正, 聽得很辛苦, 而且我告訴他為什麼我聽聽不聽, 憤怒了, 2018年我最記得他拉著班農, 說成立非營利組織, 法治基金會, 法治協會和班農兩個, 怎樣推翻共產黨, 這些追隨者和他聲稱的政策目標一致, 於是他就教他們, 他扮出來他很有錢, 很有辦法, 於是那些人就投資在他身上, 我首先告訴大家, 起訴書說郭文貴涉嫌在2020年4月20日, 到2020年6月20日, 向5500個投資者賣了GTV media, 我首先要告訴大家, 這個他叫了Donald Trump上去一次, 就說Donald Trump會在那裏發展, 做一個media, 後來否認了, 蓬佩奧也加入了, 這個就是利用Donald Trump的popularity, 因為Donald Trump在很多的社交媒體被禁止了, 就是吃這個東西的, 這個就叫做GTV media group, 他涉嫌和金融顧問余建明, 合資建了一個喜馬拉雅農場, 這個就說借錢給人的, 受害者拿了1億5千萬, 然後他們用了部分資金, 游艇只是保養也要230萬美金, 2千萬, 喂, 那隻這麼大的游艇, 要有5個人以上, 這個很貴的, 每年要上去, 游艇要維修保養很貴, 1千萬美金入了余建明的戶口, 和他老婆的戶口, 郭文貴和其他巨名物級巨名人士, 有史郭文貴追隨者, 轉了又有一間叫G Club的網上會員俱樂部, 入新的這間俱樂部就會發達, 又獲得4.5億美金, 郭文貴和余建明, 首先,他說弄了media, 那件事你明白, 他又弄了一個喜馬拉雅交易所, 其實是發行一個加密貨幣, 叫做喜馬拉雅幣, 這裏又拿了2.62億, 4個商戶關聯的部分, 互相有份, GTV媒體, 農場貸款, 知俱樂部運營有限公司, 和喜馬拉雅交易所, 和喜幣, 郭文貴在這家人的案裏列位, 救濟被告不是的, relief defendant, 即是他的錢進去他們那裏, 他們有份花, 但是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有參加營運, 只不過是收了錢, 這些就叫做relief defendant, 在GVT媒體普通股的私募發行, 郭同如被控將1億美金的投資者資金, 1億, 轉去一間對沖基金, 為郭的兒子提供資金, 轉到家人身上, 他指控郭文貴知俱樂部, 在波多黎閣和紐約, 波多黎閣是美國的地方, 但是territory不是美國的州, 法例有些不同, Mountain of species, SBI, 發行活動, 違反證券法的駐紮規定, 4次發行喜馬拉雅幣, 加密資產證券, 和其他所謂的穩定幣, 他又發行穩定幣, 籌集了幾億美金, 從2021年10月開始, 他對喜馬拉雅山幣的潛在投資者, 說一些假的事情, 說喜馬拉雅山幣有兩成是買了黃金的, 而且他會負責賠償所有人的損失, 就是包賺錢, 我們指控郭文貴一個連環詐騙犯, 他通過向投資者承諾所謂的加密貨幣, 技術和奢侈品投資, 他是guarantee別人一個return, 你guarantee別人一個return, 而你做不到, 這個就變成了Ponsies Scream, 龐氏騙局, 足足拿了8.5億, 上面這麽多單元加起來, 就拿了8.5億美元, 結果是一千上萬人的受害人, 為他的奢侈生活提供資金, 大家想想, 他這個計劃由2020年開始, 3年而已, 3年, 拿了8億多, 享受3年, 然後坐牢, 可能坐幾十年, 現在他的罪名加起來可能坐200年, 但當然不會判200年, 判20年就麻煩了, 郭文貴, 尋求對國和魚永久禁令, 沒收非法所得, 施以民事處罰, 民事處罰就是索償, 要他賠償, 他無相干的錢都可以拿來賠, 並對其做公司董事高級資源, 不得竊足證券, 終身禁令, 不准碰任何股票, 禁止參加任何證券的發行購買, 發售和銷售, 除了加密, 包括加密資產證券, 他自己的戶口, 買別人的股票就可以, 美國還有一些自由給他, 2021年SEC, 指控總部位於紐約的GTV, 和其他兩間公司, 發行未註冊的GTV普通股, 也被控發行名為G幣, 又有一隻G幣, 未註冊數字資產證券, 收了4.54億元, 加上罰7000萬元, 是退回, 即是8億5000萬元要加上這5億2000萬元, 他前後拿了13億7000萬, 明白嗎, 這條數他和證監會settle了, 去年答應賠出來, 已經將收售的資金, 是關於GTV, 和GTV, 和G幣的錢, 已經賠回, 4億5400萬元, 郭文貴和余建明, 花了8億, 他花了多少錢呢, 現在追回6億, 那這4億幾天吐出來, 大約起碼花了1億美金左右, 花了1億美金左右, 各項罪名一旦聚成, 最高20年, 其實是一個count, 不是這個原因, 這件事情大家明白, 他用幾樣東西, 一個是一個喜幣, 喜馬拉雅山平台, GTV, 農場貸款, 幾樣東西, 說要推翻中國, 於是向一些人集資, 他因為說他很有錢, 那些人相信他, 包括覺得他手眼滔天, 什麼辦法都有的人, 因為踏上班農, 這些曾經做過Donald Trump的首席策略師的人, 這件事, 在郭文貴被捕幾個小時之後, 12點, 他家酒店發生二級火警, 他住在酒店發生二級火警, 濃煙從18樓傷口湧出, 大家想到什麽, 這些只是自由聯想, 你要看回, 我量度出來的, 這個桃學威龍義, 周星馳潛入王秋生辦公室那裏, 人家當然覺得你在毀滅證據, 白頭神探,越弄越嚴重, 弄到火燭, 文件趕著燒, 周星馳,大家看看那場戲, 周星馳很暗, 怎麼辦呢, 怎麼打火機, 燒著了一張紙, 劈了一張紙, 劈了在垃圾桶上, 垃圾桶著火, 於是拿瓶水蓋上去, 原來是酒, 於是就拉個窗簾下來, 整間房子著火, 蓋住它, 我可以說這個是大型蝦鹿事件, 非愚蠢都極的東西, 變了火燭, 根據紐約市, 第五大道的荷蘭雪梨酒店, 18樓, 兩級火警, 1.46分控制, 沒有人受傷, 有Splinker的, 結果都不是很嚴重, 但是被它弄到很嚴重, 最嚴重的是什麽呢, 我們不要走, 有煙就可能噴不水, 所以, 於是找些東西蓋住那些, 煙燭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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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燭, 變成火燭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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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燭 下面很可能是寫字樓或者住宅, 上面是酒店, 台灣和日本很流行 這個郭文貴15間房間的頂層公寓嚴重破壞, 現在調查這件事是不是跟郭文貴被捕有交換 跟郭文貴沒有關係, 郭文貴被捕去了那裏是跟其他人有關 郭文貴1970年生, 真厲害,52歲, 我想問你們想不想做郭文貴 郭文貴以他的學歷來說, 如果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今日可能還在打幾千元的谷 不過他的口很厲害, 可能賺到兩三萬 他的真名叫郭浩雲, 所以那份通緝令是寫著郭浩雲 他是阿拉伯聯合大東攻國國籍, 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沿直山東, 2017年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緝, 然後在國際刑警發了紅色通緝令 1980年初他讀古城中學, 這個人初中都未畢業 進入不高中, 帶上他女朋友 鄂慶芝去河南鄭州工作, 在那裏做銷售賣藥 他不知如何就轉去河南做地產, 賺到第一筆錢 然後去了北京 其實他所有的秘密都是來自這個人, 國家安全部前副部長馬健 他的背景就是這個人, 他的level就是馬健的馬仔 你明白嗎, 但是馬健是很powerful 雖然他是前副部長, 他是負責監控的 他知道多少秘密, 這個人可以竊聽,可以裝竊章頭 知道很多秘密, 在大陸, 個個都有痛腳給你拿的 他幫郭文貴合貿, 收售1.09億, 你不要侮辱他 這個人起碼都幾百億, 用威脅手段逼人賣股份 然後用內幕消息炒股票, 說他的炒股票賺了4000多萬 當他知道所有有錢人的壞事的時候, 有什麽是不行的 我告訴你, 他和郭文貴, 為什麽知道了很多事情 因為他們掌握了竊聽和偷窺的技術 2026年5月22日, 朝陽區大屯北項目 首先這個項目, 這個講得不清不楚 郭文貴拿了下來, 要他付錢的時候他付不到 被北京市收穩回來, 重新招標 他一直和北京市糾纏, 那時候北京市主管成建 2008年之前, 奧運之前, 主炒奧運工程的副市長也很大 劉志華, 北京市的副市長 這個人充公了郭文貴這棟地盤, 又拿出來拍賣 賣給自己的情婦間公司, 17.61億 那時候他拿出來幾億, 這個 劉志華走下來香港 大家知道他有很多人勾結, 在香港叫雞 被馬健和郭文貴錄影去告他 打死了副市長, 結果副市長炒了 他拿回地盤 然後建了來賣, 這個就是他發財的根據 終於建了這個盤古大觀 在一個大型的又有酒店又有商場 整個complex 這個人真的很大膽, 他又買了一些民族證券 民族證券, 證券行有多少人放錢在這裏 他本來和北大方正集團 他買民族證券的時候, 問東亞信託 方正東亞信託, 北大方正和東亞銀行 借了80億人民幣 然後2013年10月, 方正東亞都覺得不穩陣 他80億, 當然在民族證券上偷了30億, 還欠49億 將這筆錢賣給上海銀行 於是上海銀行追郭文貴還錢 他反面 這兩個沙煲兄弟反面, 結果同歸於盡 2014年下半年, 郭文貴舉報北大方正 北大方正舉報政權控股 大家一拍兩散, 完全歪了 曝光, 北大方正又破產 郭文貴就逃亡去海外 他有什麼厲害呢 他其實去討好班農就等於 他和英國線首相Tony Black 認識了很久, 是他慈善工作的捐資人 但Tony Black沒有收過他任何錢 Tony Black的引戰之下, 厲害了 用英國前首相 認識了阿布達比皇儲 所以他入了阿聯酋籍 做了一個基金籌集 30億美金 雙方一樣出這麼多錢 結果 阿聯酋入了錢 他沒有入錢 拿了錢來花, 這個很像馬來西亞那件事 雙方合金, 竟然信他 這個人很厲害 Tony Black告訴他 在中國什麼都搞得到 你投資進去 經過你同意 買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用來上市 原來不是的 他說他和他合份去騙人 結果他騙了你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 這個為什麼我經常看 郭文貴一出來就爆料 我聽他第一天開始說 他一開始說他支持共產黨 支持習近平 習近平好人支持王岐山 後來他就變成罵王岐山 然後就罵習近平 然後就罵共產黨 他公佈王岐山和很多女星睡覺 其中一個是范冰冰 我聽了很久等他公佈 他一直說公佈的照片和影片 我都等著看王岐山和范冰冰床上大戰300回合 結果講完都沒有 等於我讀中學的時候 有一個人去大搭地 拿一個布袋出來 其實唐伯虎從這裡來 我這裡有一條蛇 上面有七星七步釘 你被牠咬到走七步就死了 上面有七顆星 你全世界都沒見過這麽厲害的蛇 我拿給你看 我就是等著他看 不是拿著 你們這些哥哥仔 你是不是有些咳嗽 你蹲下起來是不是有些頭暈 我現在買些藥給你 我現在來祭世 我聽了三個小時都沒有拿一條蛇 一會兒他又說拿 又找其他東西不拿 郭文貴我聽了很多次讓他拿王岐山 和范冰冰的東西出來看 他又說王岐山有多少私生子 有多少屋 做了一大串的資料出來 有很多人相信 好了 他初初出來 每個人都覺得他是英雄 接著有些人質疑他 其中這個就是吳建文 他是找人去吳建文 家裡不是對吳建人 責刑 天天指著吳建文在家裡打 說他是投告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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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對吳建文一個人 是對很多人是這樣 誰不同意他呢 他就去派別人去別人家騷擾 結果吳建文在告那幫人 郭文貴連律師費都沒有跟那幫人出 大家看看 我是不明白 郭文貴那些 是不是覺得在美國可以在大陸 什麼都可以搞得定 你騙了這麼多錢 你傳在銀行裡 你去買房子 你買房子 怎麼知道一定充公了你 買一部Ferrari 買一部Nembo Gini 買一部遊艇 被人扣押債 反正都被扣押債 為什麼不租呢 你也偷多一些現金 收起來吧 享受了幾年 被人一鑊 起了 美國不是大陸 始終這件事都是嚴重的 大家其實有沒有這個打算呢 依然 但是這麼多人相信他 我才覺得奇怪 今天 我們叫了我們新聞連線做一個郭文貴的前世今生 將他講過的事情全部都翻出來 以及照片 給大家看看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我早期有報導過郭文貴 後來我已經覺得不值得說的話 不值得說 但是我又不會公然反對郭文貴 因為郭文貴會找人攻擊你 但是後來的報料更多是亂說的 好嗎? 這段講到這裡 各位網友 現在近一點 只要來時代和紅米 都可以吃到空運到港的A5和牛 由於台酒窩3月推出的A5、奧陸和牛串銷 反應熱鍊 時代和紅米一起加推 厲害了 優惠價88元而已 就可以吃到A5級的岩手丸 澳陸和牛串銷套餐 每份兩串 A5和牛串銷 師傅代理燒的 即叫即做 又香又濃 整個套餐還包括什麼? 唐揚炸雞 味飯 和風 胡麻沙律 還有昆布湯和枝豆 哇 使你感覺到整個和風便當的精緻美美 A相當豐富 88元 有昆布湯、枝豆 和風、胡麻沙律 味飯 唐揚炸雞 然後A5和牛串 是不是吃完都很滿足呢? 和牛講夠新鮮的 每天限量 賣光就停 有興趣就要快點來試試